中央电视台的焦点反弹节目 中央电视台的焦点反弹节目 因为我们整个藏区的学校从小学到初中高中 在多门课程中只有一门课程是藏文的 这样对我们的民族文化来讲是毁灭性的一种打击 我是准备要起诉 然后我想问一下中央电视台的相关人士能不能报道这件事情 那我这个只能给您先记录叫来苏反应 能否采访要来苏来决定 好的 那这个情况我您反应一下吧 您可以信 我叫扎希 关于那么多人去自焚的问题 我现在能理解他们 因为我们真正可以去做这件事情的渠道很少 无论任何人都不想生活在一个压力和恐惧的环境里面 从间接方面的话 它是一种谋杀民族文化的方法 从政治方面来讲的话 一个民族需要消灭一个民族的话 首先需要消灭它的语言和文字 我们在那边不敢讨论这些问题 因为现在很多手机和那些都可以监控 而且我们不知道在哪些地方放了一些监控或者监听器 它可以用任何名义来随便逮捕你 而且没有办法去上诉或者说是 因为没有一个完整的法律体系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讨论这些问题 我的藏文一开始是我哥哥教我的 然后我现在的藏文的写作能力和汉语的写作能力 汉语的写作能力已经超过了藏文的写作能力 然后我自己也感觉得到藏文的使用能力和认识 我自己的理解能力都在退步 那牧区的生活的话 传统的话 应该每家每家都会有一些 也有一匹马或者两匹马 然后在一个特定的季节里面就进行一些比赛 政府举办这种大型的赛马节是想对外界宣传 藏族人的生活方式 有很多人会看到赛马会认为藏民族的发展方向是正确的 当地政府一方面在搞一些赛马会宣传民族的发展 然后另一方面在控制藏民族文化的实际内容 使用文字语言和一些方面的问题 在各个方面的管制都比较严格 那些的话那就是它在表面上看起来是一种建设 或者说是一种帮助 其实是目的是为了达到小民文化 民族文化的 你要学习真正的藏文化内容的话 只能说是去在寺庙里面荡河上学习藏族的文化 在其他地方的话就基本上没有 从2009年到现在有140多个人的自分 他们自分不仅仅是为了自己家里的事情 或者说是别的事情 他们也同样 我相信他们也同样看到了 民族文化的消失和这些文 但是我们没有区道去解决这样的问题 但是我这一次是想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去北京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人 第一件事情是我想见一下中央电视台的媒体记者 看看他们能不能报道这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我是想找中央的人民法院 我看看能不能接受这场官司 因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里面 明确规定是可以通告或者说是起诉任何一个官员 我直接进去看身份证 我可能就都被带进去 带到公益局去 然后我需要想别的办法 但有点失望 我想象之中它是应该是开放性的媒体 获得社会的真实性 那现在门北分起来了 然后他们有选择性的那种进入或者说是拒绝 我去了十几家律师事务所 但是他们和大多数的律师没有回答相关的问题 有很多律师会说 这种政策是对我们藏族有非常大的好处和利益的方面的 我现在做这件事情 如果法庭能接受这场关系的话最好 如果说不能接受的话 他表达了一点 那就是整个藏族的问题通过法律是无法实现的 这一点它至少体现出来的这一个问题 我没有想过自分这种选择 如果走到一个镜头的话 比如说我被控制了 如果没有办法进行这样的下去 而且他们会逼迫我去让我说一些我不想说的事情 做一些我不想做的事情 我会选择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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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选择自杀